亏自己魂还留在巴黎?Melody回台狂接工作部这栋 Melody,音乐,今天下午出席选品店Test在华山艺文中心开设,为期一个月的pop-up store开幕,刚从巴黎时装周返台的她,透露自己目前魂还留在当地 也客气笑称自己当时血拼的洞蛮大的,回台阶满工作多少可以稍微补一下,但若真要自己不买东西 她睁大眼睛说,这样人家会觉得我怪怪的吧?问她谁会这样觉得?她笑说,我自己 Melody被认为是时尚贵妇,但一对女儿的穿搭是否也走在潮流尖端?她说,我两个女儿的穿住以简单舒适为主,我觉得小孩子不用穿太昂贵的衣服,也不要舍不得破掉,贵的衣服妈妈穿就好 身穿Alexander Wham的黑色雪纺洋装,Melody笑自己,我就是一个老太太呀 时差到现在耶 在巴黎一个礼拜我只睡了十小时吧 毕竟我是时尚开,都演得自己日子好精彩,其实早就叫上Uber回去了 巴黎除了冷,什么都好,我冷到头痛,落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